TVB培育新白變天候 冒著連串大雞 袁明熙低調不上隔離 秘密武器攻內地 袁明熙年僅16歲就已經有獨特的聲線和風格 被真智慧形容為梅艷芳的接班人 適逢今年香港提早放暑假 TVB特別利用這段時間 安排Gigi不想開拓新市場 本部收到獨家消息 說Gigi今月初已經秘密離港 去到內地進行三個星期的隔離 出慣之後 會為TVB和芒果台合力 打造大言綜藝節目《聲聲不息》做準備 Gigi年紀輕輕就唱功了得 是TVB焦點力統的新人 剛巧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 本學年的全港中小學和幼稚園 提前在三、四月放暑假 而TVB和芒果台合辦的綜藝節目《聲聲不息》 就在各種因素之下改為今個月開拍 稱得上是天時地利人和配合 TVB就立即安排不用上學的Gigi入隊 不過節目一直進行得相當神秘 外間不時傳出有份參與的歌手名單 但就沒有正式觀宣 TVB在今月播出第一條宣傳片 女主角就落在《聲夢》學院姚卓妃身上 而非有份參與的歌手 正是《聲聲不息》去混雜中港兩地歌手 以歌星作為香港玫瑰25年和TVB55週年台慶的獻禮 預計就會在四月推出 為了節目預期出街 劇組現在已經進入了拍攝籌備的階段 隨時開機 所以呢Gigi現在就在內地預留隔離時間 才說得像錄影 Gigi很久就沒有在香港露面了 即使定時更新社交平台 一直都只是貼舊照片 在上個星期六的大型籌備節目 《博愛歡樂傳萬家》 就只有鍾油美、張慈豪、文海亭和潘正文 已經令人猜測Gigi是為了參與《聲聲不息》而秘密前往內地 繼之前傳出林二汶、吳葉昆、菊雅薇、堂梅等都有份參與 近日就再有傳聞指 節目定於本月27日在內地長沙錄影 由王祖南和王涵擔任主持 表演嘉賓就有林子祥和葉善文夫婦 李克勤、楊千華、李文等等 Gigi也榜上有名 今次是Gigi首到去到內地工作 但她就參與過很多TVB主辦的大型活動 當中有很多都是與內地合作的 她正站的唱功好就已經引起內地製作單位和觀眾的注視 在個人方面 Gigi出道短短半年之歷上淺 但就已經推出了兩首個人單曲 真華的清高和複雜 還有與師兄胡鴻君合唱的《愛是大總缺陷的美》 連同她演唱的三首參賽歌《沒有你還是愛你》 《花無雪》和《領舞》 網上的累積點擊已經破千萬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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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ort